大家好,我是瑟穎,今天接着我们的圈黄Q8C联机版的比赛解说,这场比赛来自于登神的霸神域,松松的玩法,全主力之战,而且都是EX模式,又是一场经典的比赛,开场游里对战草丁草丁荒摇三段之后,并没打到伤害60的全天,比霸神域玩的更硬,对,EX模式的话,登神还没有服过谁,但是今天霸神域的出现,会不会给登神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烦恼? 好,现在草子丁又被两点撂倒了,哎,落地飞翔拳,飞翔拳,升龙旋风,接着两段升龙,然后快速燕翼,这个燕翼也被八神域察觉到了,八神域用很快的节奏,接一发七十五盖C大蛇剃,因为八神域是有气状态,哎呀,草子丁没有接好招式,落地一摔,起身之后对手肯定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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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升龙了,登神这个大升龙凹空了,接着看下一局, 第二个回合,看登神的特蕊出手,哎,特蕊又是想前前,哎,倒也挺重了,然后快速前前传人,前前传人,不料对手是升龙性哦,打这个EX模式,你一定不要手软了,该要的手绝哦,该把的手绝抓,因为他无时无刻都在闪身,哎呀,双方都闪身,影子重合到一起去了啊,还闪身, 轻角重手起手,速度一定要快,速度一定要帅,这种模式,圣龙周没有接上招,空了,反而被偷,特蕊要玩一套爽的了,八神域刚才应该是失误了,圣龙应该是可以直接独了图的,第三个回合,看八神域的猴子出手,哎,特蕊又是个前前操作,猴子呢,猴子能乐猪,前前,猴子也是前前, 比他前前的还要厉害,双方搞成了双戒龙了,看这个玩法啊,双戒龙就是这个前前操作来打伤害,大招怼上去,落地大招再怼上去,落地下盘再怼上去,没有血了已经,什么角色也经不住这样搞啊,接着来到八神域最后一个角色,也是第四个回合,看八神域的大猪,皮皮猪, 特蕊是提起跟的地坡,大猪摇锤,特蕊继续前前,哎,没有特蕊出头困,哎哟,闪神应该是会,应该想抓来着,这大猪就是抓不住,特蕊前前压的还是特别厉害,大猪也是前前,哎,特蕊划铲出,倒一踢,你想,哦,钉,钉住了呀,鞋就咱不走,还是要来到第五局呢, 那支铃头抓住,带走,来了个下金角,好吧,这样也行,那就来看第五个回合吧,第五个回合,邓神的板刺梁再次登场啊,一个,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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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哦,善黄汤的歌厂家,哦,如果说,板刺梁是歌厂家,那么,大猪应该就是独手啊,专门搞第一的那种,扛了大猪,砍高手,砍猪,我感觉邓神这局要扛不住了呢, 千万不要再被八神月抓住 被八神月抓住避鬼 北墙角 危险了 现在真的危险了 发波也被搞了下来 板几梁 再找机砍刀手 我没有中 这时候落地直接抓 带走 好 八神月拿到第一分 这个大猪还是够皮啊 登城看来是遇到对手了今天 好 接着看下一局 这鼓手居然把主唱给干掉了 再看灯神这局 用板子梁来了个手法 看来灯神真的是急了 八神月该怎么接招呢 这么看一看 看八神月迟迟没有选人 他究竟一律何为 我们是没带 他用草提琴做了个手法还是 对抗灯神的板子梁 板子梁大家先把鞋脱掉 好 钱钱 这下就要搞一套 加力全吸住他 能多打一段就多打一段 现在 砍刀手砍刀手落地 反管血围了这边 又骗出来一手生龙 板子梁看中间能不能挤满一管气 加力全吸满气 天体八王拳 灯神居然把板子梁放到了首位啊 今天 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刚才灯神今天 干掉八神的决心非常坚决 板子梁砍刀手 又来一趟 哎 打击头扔上去了 小猴子也难逃噩梦啊 哦 青角点下爬 这个下青角真的很溜啊 拨一下 猴子这个身高很矮啊 拨根本就打不到 如果蹲一下 猴子顺势来了一发抄杀 CD 大招上 后面猴子再跟一手 落地就加猴子塔 然后大招接入 漂亮 六十多年 板子梁还没有跪 脑 哦 想脑 想脑 想脑是灯神 但是没有脑到 哇 板子梁已跪 灯神没有了保命角色了 第三个回合灯神的特瑞 他居然把有力放到最后一位 他用妹妹替代哥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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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防住一手 哦 大招应对 炒子浅浅 又是这个浅浅操作 浅浅 哦 来了 带走 结束 接着来到下一局 下一局看 帮神力最后一个角色 来看他的大猪 皮皮猪 哦 特瑞前前 又是一个前卷压制 哦 被轮一下 花铲被咕噜 大猪气满了 满了 满了慢一点啊 这大猪的气 现在特瑞又是一个打地下 哎 压制 哦 小脚一先 又来了 两次 两次没有轮到 可是这个一次 铁区大宝洞就可以了 他接了个两次 现在反而被特瑞给搞过来 哎呀 叮 特瑞要没血咯 很慌现在灯神 哎 慌是 哦 推手一个空中压杀 抢反出来了 不抢反 有可能被灯神给秒掉 现在看灯神的游历 游历又是个前天遭毒 暴力掌机 让他再闪身 飞翔拳 这会强反交出 这一局大局一定 游历只要不是太浪 就应该拿下大猪 大猪的超杀也空了 空了之后那就没有了 大声龙 灯神也拿到了他的第一分了 这个比赛打得很焦主 好的 接着看下一局 现在比分一比一了 来看这一局灯神 对抗霸神域的这三个角色 这次霸神又换人了 他换了个东杖 霸神域也是想尝试不同的这个角色 他东杖这鱼儿咋样 还是都是EX宝石 东杖好像有点废 开场就被灯神给凹到了 灯神顺势再推过去 屁波跟 机器 哎 东杖也来了 前前大灌篮最到 然后快速跳地穿人 其实这一个套路 经常玩经常看的话都会摸的很透很透 他要出什么招 滑铲滑不到 滑铲滑到了 其实特瑞的这个精髓就在于滑铲啊 滑铲还是挺厉害的 没有接大灌篮他来了个这一招 好吧这一招好像打血更多也是一个伟廉 接着看巴神月的草鸡 克瑞前前压过去了 好 冲拳 下速者打过来 打过来 落地 压住 哦 前前又压 哎 队队还闪身 这一下被骗出来了吧 草鸡即将没了 我看巴神月最后一个角色吧 巴神月这一局像丧失掉了灵魂 不够猛啊 那看巴神月的大猪 特瑞又是前前操作 滑铲 是不是还偷你个下盘 搞不好要被穿三这一局看这个情况 哎呦 穿人 那么这一下 大猪可要接上咯 大猪不带失误咯 哎 丁 再来一个铁球大包走 哦哦 再直接喷了一脚 大猪的这个脚啊 看 真的是壮 第四个回合 灯神的板刺梁出手 灯神 所以现在灯神就不把板刺梁放到最后了 而是关键人物了板刺梁 游离成了关键人物 哦 哎呦 哎呦 板刺梁眼镜一个闪神操作 好 机会来了 哎哎 又被抓了呢 灯神防住 钱钱 好 来了 空中龙虎乱舞 大猪也自己将没了看这个情况 防 好 防住就没了 哎呦 又熬了一个超杀呀到最后 那么灯神拿到了第二份 接着看下一局 灯神调换一下顺序以后啊 巴神月感觉就有点递不重新了 因为之前巴神月都是把精力对付板刺梁上了 现在板刺梁不是主要了 巴神月倒是选择了一个板刺梁 好吧 看巴神月的板刺梁怎么样 先上去见他选板刺梁 这局的话 灯神用游历手发 对抗发生的反思量 游历又是个前前骚操动 前前演艺撅起来 电影 黑地 演艺再撅 飞枪脚转身龙军队 太阳闪身 不要慌 现在主要做的就是 做着游历 好 游历手 则反身为灯神不断的调换顺序 现在不用之前的固定顺序了 接着看八神月第二个角色 应该是看了这个库里尔和笑里尔 用这个方式调换来顺序 不再固定 这个EX模式 无所谓 无所谓 哪个东西 飞气 有力有钱钱 哎 我完头 没想到在这里等着呢 八神月 不再角落这样连是不好使的 不如直接连大招雷光拳 他应该是想连大招 结果没有摁出来 反而中了游历的一记超杀 通完目测要被秒了 霸王小偶权肯定推他 两次 生龙大招三次 肯定被秒在角落这样子 接着看八神月最后一个人了 八神月的大猪 准备 有力还是之前像之前那么的烂 哎呦 暴力涨七七一个 一币 飞翔拳飞翔拳 胜龙旋风的飞翔拳 飞翔拳 好 溜倒 但是大猪还是起身了 起身之后 转锤 哦 ACD中了 哇 没了 这个大猪翻盘几率非常高啊 伤害比利安娜还要高在角落 很容易会形成连环套路 接着看更深的特瑞出手 特瑞又是个浅浅操作 钉 被顶了 CD 好 特瑞防住一手 划铲也被钉 又被抓到角落了 吓死了 肯中飞猪 CD 躲地转锤 再来个转锤 特瑞懵了 晕了已经 最后来了一发黑光 一直在下几天 想躲对手的援助 其实对手已经没办法援助了 在大猪地盘上没办法援助 现在看灯神的板子梁 大猪浪起来了这局 你看 真的就拿不住他吗 不是的 灯神还是拿住他了 咦 大猪又一个这里头转出来 天球 哦 又中了 板子梁砍出还是被抓了 转锤 天地保全躲过 你想跑 黑光 这一局嗅了几季黑光 两季黑光 又成了黑光局了 而且还赢了 灯神的灯神 应该会很难受吧 现在看第五个回合 第五个回合 灯神 还用板子梁做了一个手法 对抗八神夜的板子梁 八神夜和他是杠上了 就是杠上了 就是不服 灯神 哎呦 圣龙对空 背 圣龙对空 好 八神月开团就打一趟 哎 圣龙砍刀手 也凹一趟 好 骗出了一手圣龙 灯神还是老奸巨华呀 这个打法 闪神 骗圣龙 砍刀手砍刀手 急不满气 肯定急不满了 因为第一个人 急满一管 起飞又一次 又被骗了 八神月 好惨的八神月 这场被骗两次 来看八神月第二个角色 红丸 拼半次量 八神月还是有点难度 拼不过 红丸超西 八神月的气势已经被加了下去 三地三地 三地三地 这就又开砍刀手了 扔到角落 生龙砍刀手 又打了一套 好骗 哎呀 又被骗到了 为什么这么容易被骗到呢 今天八神上头了呀 暂力全息 红丸也提将跪了 等身这一局 感觉收人头举啊 八神月整个士气非常低迷 第三个回合 八神月最后一个大猪 提币猪 哎 灯神 快入门 开机 开机 好骗一手 这边就拨了一个斩力拳 红丸CD 整拳 哦哦 板次量又浪起来了 大猪也没有用啊 这局 还想再骗一手 灯神也是没谁了 这一场打的 哎 萎靡不争啊 这大猪 哦 CD 天啊 血球大爆走上 落地没有气 现在又被灯神 也给呃 抢反交了 这灯神快速又掏下盘 下盘狂魔 这局的灯神 那这一下 只能眼睁睁看着 被波干掉 好的 大家来一波关注 每天更新精彩对阵视频